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教授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整大历史期这三年来的危机 融入历史的成果 那很可惜他本来今天就有安排 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由我来带回分享 那老实说我可以准备这场 就是可以准备这场分享 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回顾 然后检讨 那到未来的课程更加的进步 那我今天主要的分享會分成四部分 我會先講一個故事 然後才會帶入就是 我們在執行危機農務歷史教學的歷史 那第三部分的話就是 跟危機數據相關的課程 主要有三部分 就是幾個維學分跟 兩個維學分跟一個地方性的課程 那都是掌握的部分 那過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同像 就是假如大家有搭火車 然後來台南的話 如果沿著這個大學路一直一直走 可能就會注意到 在這個校園的大門口前有一個同像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誰 他其實是魯迅 就是我在那個 危機媒體共享之前有撿到這張迷 他左邊就說 危機百科就是一個垃圾 然後右邊說我沒有收過這個話 那其實看得出來很多人 就是很喜歡冒用你一點的迷考 然後把他們沒有收過的話 然後硬塞到他的嘴 那我今天也想要來 我還會看這樣的語音 就是我如果想要講說一段歷史 就可以用一個人物的故事這樣 那雖然就沒有講過 但是就是玩這個哏看看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關於 一會叫做DC間的故事 在2019年那一年 有一個叫做DC間的大四神 他是念跟實際相關的歌詞 那他有一個數據叫做 畫地圖 就是左邊的話它是一個很足速的地圖 就是如果用GIS的軟體 就幾乎每個人都可以畫出來 就是有獨立有參考資料 然後有那個獨立詞 然後還有一個紙 紙斌真 那個地圖 那他因為很喜歡畫地圖 所以有樂畫樂賓真的驚訝 那他也畫過 畫過這種長條圖啊 然後或者是這種觀光圖 他因為這個畫地圖的興趣 就是在2019年的下半年 接觸到人文 接觸到數位人文的詞 那他去追征 這個DC間去追征歷史所的時候 寫的研究題目叫做 台南星報漢文版的導外消息來源 去關注異底研究 他可能很 這邊的人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台南星報 台南星報他其實就是某份 在台灣日資時期發起報紙 那我們也可以簡稱他叫詞料 那詞料對於一個歷史 歷史時候歷史所的學生來講 是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知道詞料其實 你就算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你也寫不出什麼東西 也不會有什麼論點 好那他在他的研究 這個DC間在他的研究計畫前 他想要以量化 以視覺化的方式探討 保養日資時期的報紙 或者注意導外資電報訊息 然後還有他的檢查性向 然後要為讀者勾勒出一個 就是那時候 就是包括為讀者架構的導外資 他那時候做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來說 就是他把一整年 就是電報的來源就六百二十六折 然後看是什麼 支那門師墨師的 他把他去找他 他現在的國家大概在什麼位置 然後畫出這樣的詞 就是比較像視覺化的筆 那這個工具 再說 把他用什麼 就是 應該是十三國大主廚 然後畫成這樣的筆 雖然這個構想還不夠成熟 但是第一十一軍 他還是被第一十手手手募選 他募選的時候是2020年的9月 今天這個分享 這個時間 就是下面畫的這個時間走 會一直出現去出現 因為就是這位對數位人文 抱有興趣的第一十一軍 大家正常分享所斷演的角色 其實是幫大家不要困擾 那個時間走 因為文機融入歷史這個 這個教學有可能畫太多學籍了 所以這個 這個入學 他入學的這個時間 就是幫大家去做成本 那之後的簡報 也會出現這個第二層手 那以前大家在學歷史的時候 應該會很常聽到 就是某某事件 是劃分A時級跟B時級的分界 像是在一開始在學那個 就是中戰國的分界的時候 我們會說 以來是三家分界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只要記得就是 B時級入學以來的今天 一直到今天的十六二十九號 是第五個學期 然後他在2020年九月入學的這個時間 他還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還不知道什麼是危機農入歷史教學 那我現在開始講 危機農入歷史教學是什麼 他簡單來講就是 一個讓歷史系學生寫的危機百科計畫 那時候就是執行這位 進行這個計畫的熊斌教授 他那時候是強大歷史學報的主編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讓歷史系的學生要練習 就是基礎的寫作格式 然後還有大公寫演方式技巧 然後就是跟歷史知識工作 公眾化有所連接 所以他接了這個計畫 然後所以這個計畫就正式開始 這時候 對我怕有時候歷史已經很難 就是在108學年度的第二學期 一般課程有五個課程加入 然後還有一個擔心課程 一個五位學分 擔心課程的兩位學分 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把這兩個公司 混著腳 但其實他們是怎樣的東西 一般課程的時候 就是大家其實很努力的創了很多檔物 那這也是有頁點 就是你看到這個經驗過敏 大家可以猜得到應該是 台灣醫療史導入的 然後還有一些產博制度 之類的 那在微學分的時候 其實主要也是做跟檔物的編輯有關 那時候有二十三個人參與 然後在我們的市場教室裡 就行 那時候就是找文靜媒體基金會的老師 然後還有找我們歷史系的老師幫我們上課 好那 接下來到了109年度的第一學期 就是這個第一次進入學後的第一個學期 那時候一般課程有四個 然後也是創了很多檔物 這時候都還是條目而已 然後在109年的第二學期 我們終於把危機數據 引入了我們的檔心課程 這時候我媽有說就是 第四季軍他是最容易有興趣的 所以他報名參加了 這時候是他入學的第二學期 好那再簡單的回顧一下 就是剛才的一般課程 我們有在我們的系統觀念 就是展示條文 幫大家去心情 那這其中一位是臨床水 因為我們學老師他是做醫療室的 所以看到有學生建立了就是 不聰明的系統的條文 他其實覺得很開心 因為以前好像沒有人注意到 那我們的歷史系的學生注意到了 然後並且為他建立條文 好那還有這個維權分 維權分那時候遇到疫情 所以是以線上的方式主辦 那主要的實料是戰後醫師 你為什麼用這個明天 其實大家應該猜得到 因為我們老師的握有的手 就是把手中握有的實料 當作我們的膠水的材料 好那這個時間走越來越複雜 總之就是這位第一次一天 在參加彈性課程之後 下一個學期 就是他會選的第三個學期 他擔任了危機課程的助教 他就是講了1 2 3 4 5 7 講了七堂的如何操作危機 就是這種基礎教學 然後還有一個台灣醫療指導 我們這是學老師開的課 就是連續上一次的維權分 就是讓他們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那個數據的 就是台灣醫師零件的危機數據 大概110年 全年度的第二學期 就是今年初 就是今年的5月 我們又有辦一個 就是跟社群合作的維權分 那也是把國際數據 然後再加上工作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點長 點長寶組為主的一個課程 然後在這一學期 也是同時創立了開放支持者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說 為什麼我們會創辦這個社群 好啦 在今年5月底的課程的話 我們成的材料用的是 就是盡量以我們系上的看部為主 就是讓我們系上的同學 自己來做點長 就是透過文件數據來做報酬 成長歷史學報的話是在歷史 在歷史領域的話是屬於由今期刊 那實際刊考的話 它是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學生看部 就是大家可以出去玩 出去玩之後 你應該不能說什麼 出去考察之後 會來寫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話 就會被收入在這個實際刊考 那實際刊考裡面除了是 除了有學生們的報告作業以外 還會有老師的 就是記上的老師所寫的 比較專門性的演講 所以我們到第三部分了 我們總結來講 我們跟維基數據相關的課程有三個 就是在109年的第二學期的第一 然後還有110學年的第一學期的一般課程 台灣也有跟我們今年不略的 就是我已經沒提歷史社區這樣的合作 總共參謀 好 在第一門就是 就是他看到 那一位DC軍看到了很多 關於智慧人文的 智慧人文的獎金 所以他就報名 他就以房丁真的 真正報名 然後他也遇到了一些關於 報紙資料課的獎金 因為他本身就是有在接觸報紙 所以 所以他 對他來說這樣的課 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實際上 在這門課裡面的作業設計是 大家都要完成明錄明件的VTDF10 然後還要完成兩位醫生的延伸資料補助 這也是為什麼你在當初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會有就是報紙資料課的獎金 就是方便同學們可以去散用這些資料庫 然後去找尋這些醫師的資料 然後我們也有去規定格式 那因為那時候學老師他是學報組織 所以他們他就會希望大家以這個 還有我們學報的格式就是包含他的 是誰寫的 他寫什麼文章 出版社是什麼 然後還有他的出版音樂 這堵東西 我們在課堂上的話 就是有交際組的概念 建築教學 然後也有邀請那個弘奕梅老師幫我們講 所以我們跟當初在 然後我們也會用資料的介紹 就是我們的台灣史的醫師理念 你看他們強調過 每個人都這樣寫裡面 其實一個一個學位學分 就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大概三十百的投票 好這是報紙資料庫的介紹 那學生成果他們就有發現到 不是要負責問題 然後也有師傅上升的問題 跟真的也有上升的問題 那他們也自己發現就是 一定要自己精緻長製過才會知道 設計有什麼問題 好這是我從眾多辛苦的工 裡面去挑選場 他就說 其實對於歷史系的人來講 建築這些vdata對他們來說 好像沒有寫柔傾向 可是他們可能有一個信念 就是會因為這些建立 這些基礎的建立 然後會退到醫師理念 那也有人就是在尋找一些 額外材料的時候 就有發現說其實最大 就是不論找到某位醫生 可是確實是什麼隱蔽 腦瘤被蒸發卸業兩個月的報導 就是其實有很多問題 然後還有在建置他們的醫院專家學校的時候 也應該就是找得到 就是會有一種多難的感覺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些心得都非常的誠實 然後就是非常值得過去的檢討 那bcg 那時候他是找醫生 他說他因為他是 他現在是研究生 所以他會比較關心這些工具實際運用程 那他目前操作的感覺就是 如果要建立人路的話 我們說比較適合現代的人 因為如果你寫古代的人 不要說古代的人 就是2、3、10年 他們的出身體工作定點 都有各自的前任跟後任的歷史 就是現在當初的某某一大 是現在的大型 可能他改制了之類的 所以如果要建的話 這些很防膽 如果真的要做醫院 用研究的話 其實要建立的東西很多 就是他當初的他上課的經驗 那簡單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學生作品的範圍 就是他寫的是 念過多 然後就把他的 他也去查到他有寫過 他在那個台灣吉他文件裡面 有寫一個文件 他就寫少卿有真過 你知道那種生物學的作用 那他也有做一個 VTBH 建築 那最後之後我們就是編輯的 就是做這個 知道的統計的話 我們有448個項目編輯 還有28個在發行的編輯 那在台灣醫療室導論裡面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延續 剛才所講的那個文學科 那繼續做 他的差別是在於上次做的是台南 那這次做的是台南 然後編輯的93個項目 所以家家國中總計是有超過500 最後就導出了一個結果 就是如果去篩選人類中華民國醫生 然後就會發現台灣總督府 台北醫學中門學校是最多的 就是我沒有特意去篩那個資料來源 就是我們在過第四年 沒有特意去篩 我們得到的結果就是 就是人類中華民國醫生最多的是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中門學校 就是現在不值得來學校 就是已經改字了 已經換名字了 那今年五月辦個維權分的話 就是有跟社群組 然後還有我們系上的看法 所以這次做的會比上次的人物建制還要 還要單純一點 就是就是有點變長的感覺 那我們課程表的話 我們有介紹實際辦法 因為我們總要讓學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長文聰組 就是他一直努力的在推動實際勘考的 就是復勘考這件事情 然後許老師就是有講關於就是定學 他就是以主編的身分告訴我們 這個學報在做什麼 那第二天的話請我們的陳恒拉老師講的 數位公眾主權 那還有請就是我們 我們在7月的時候 今年7月的時候的合作對象 就是新港的 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志工團 幫我們講他們的公文群 就是他們創造的一個名字 當這一次的作業設計的話 就是建立這些目目的話 我們還有要求同學 就是要至少兩個補充資料 學生重體翻譯的話就出了這個 就是他們有建制實際 參考跟歷史學報的建制 那他們又補充兩個 那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是他們去做了男子政策的男子政策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 在建制這個條目的時候 就是在線上討論了很久 就是有關於什麼東西到底要擺什麼 就是詳細的情況可以問歷史 那時候我記得跟學生討論了滿久 就是關於這個問題 那記得的話 這次由於區分的心得 就會比較偏向聽獎金 就是他們 那時候董南老師有講到什麼 數位文化資產應激動人士 然後他就是有一些感悟 有一些很深刻的感悟 然後也有人覺得 就是這檔課給參與者很好的開始 對所以 就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辦這些課程好像都是開始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讓他們持續做 或者是有更深度的力度 其實就是有一個不確定性在 然後還有覺得感受到歷史真理的重要性 然後也有人覺得初步 就是初步 就是我們發現好像都是初步 這樣 那這次的話就是編輯了396個 然後也17個編輯者 講話 就是我們社團的成立 然後還未來開課方向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他有提到就是 好像我們的初步編輯 然後我們的wikidata的見證 wikidata的見證 wikidata的見證 所以如果有一個社團 我們就想如果有一個社團的話 是不是可以 可能可以做更深入的事情 就是不要都好像只做到低度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創立了這個社團 那我們也在9月21跟22去參加了 我們社團國安會 然後就是經常的去 大家大家看看會不會有其 就是外企的成員 可以一起跟我們加入 然後這是一些活動造型 然後這是一些活動造型 除了出此以外 我們社團也有去去 7月底的那個 新港文化產品 那也是以寫堂墓為主 對 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就是 納入wikidata 那110全年度的 維基農務歷史教學的話 我們會有 現在維基就是會有做 維基堂墓 然後還有維基教科書 這個廢墓寫作的話 應該會跟財務館合作 那旅路的話是 是就是 永明叫做他 他的課程 就是他會去採訪 採訪一些 長輩 然後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 地方的 就是讓他們 就是有沒有書店之類的 就是會把他放到民地上 那維基數據的話 就是會做文獻的整理 那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做維基數據 還是以文獻整理 給我們一個主張問題 就是不曉得 有沒有可能會有 更多的應用課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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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那裡 就是覺得 有這樣的固定知識 好 那就 其實DC軍就是我自己 那為什麼要叫DC軍呢 因為其實 就是 知識 在那裡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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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好 那你上次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好 好 感謝長者帶來 對方金城 謝謝大家